陆总啊这杯啊我敬您我先干 哥哥喝酒吗 是他陆怀州四年来我念念不忘的男人 无论他将我害得有多惨 你果然是个贱女人 几年不见从监狱里出来还不忘来陪酒 你不是喜欢陪吗 今天伺候好沈总 我就放你走 你混蛋 我混蛋 四年前是谁不要脸设计爬到我小书床上 还拍下照片闹得全程皆知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设计 一年的牢狱生活 我爸爸的公司被你害得破产了 他精神的崩溃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 你把沈总伺候好啊 你不是最喜欢这样了吗 你这个魔鬼 把人伺候好再说 即使被你送进监狱 身体彻底垮掉 我也从未怪你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你快找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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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默 你求我 没准我会放你 罗总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你以为不出现就可以了吗 四年前 我掏心掏肺对你 你却给我戴绿帽子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没有 陆怀赵 我真的没有 够了 把桌上那瓶酒喝了 我就放你一门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再喝下这瓶酒 不是要命吗 陆总 我真的喝不了这么多酒 放过我好不好 陪酒小姐 不想喝酒可不行 好 我喝 陆总逼我去死 我又怎么敢不去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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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你 得罪了陆总 还想让我放开你 美人 今晚可有你好受的 你不是很有手段吗 怎么被人欺负得像狗一样 既然你喜欢做狗 就跟我回家去做开门狗 你最好清醒一点 别这么扫 我觉得恶心 你不是喜欢伺候男人吗 今晚把我伺候手了 或许我能考虑放了你 陆怀昼 我伺候全天下的男人 我也不会伺候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混蛋 我真的后悔认识你 后悔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后悔 什么叫后悔 背叛我 我没有背叛你 你还有点狡辩 陆怀昭 你不是人 你不是就喜欢这个吗 你不是就喜欢这个吗 陆怀昭 我恨你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 我恨你脏 恨你贱 恨你恶心 恨你背叛我 穿上衣服 滚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为什么他从来都不信我 这四年来的惩罚 难道还不够吗 听说你又开始缠着怀州了 还真是不要你啊 当年给怀州 当年给怀州戴了绿帽子 做的丑事全程皆知 居然还有年来缠着怀州 你的消息还是争灵通啊 你不是通过卑鄙手段上位了吗 还是说你用尽手段的得不到陆怀州的心 接着女人 姐姐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爱上怀州的 别再打我了 又来这一趟 秦慧爷 你真恶心 我心很歹毒 像我这样的人 又总就当放过一只蚂蚁眼 把我放了吧 想让我放过你吗 根本不可能 我心很歹毒 我让你陪我一起下地狱 这四年的生活 每天的煎熬思念自责 难道不是如同地狱了吗 我还要工作 先走了 好痛 姐姐 我做错了什么 苏慕 你被开除了 捡起萌子 我现在最需要钱 没有钱就拿药 我的身体会越来越长 苏慕 你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 我会让你来我家当永远 我不会求你 那我们等着瞧 苏小姐 您父亲因为承受打击过大 导致老易血 入院费用非常昂贵 如果你明天还不缴费的话 我们会让其强制出院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陆快舟 只要能救爸爸 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苏慕 苏慕 你要镇定 你已经没有资格上行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扯到爸爸住院的钱 怎么 决定好来求我了 陆快舟 我爸病了 需要住院费 如果你愿意救他 我可以当你的佣人 听命令你 很好 苏慕 我早就说过 你对我的伤害 我会十倍百倍的还给你 难道你不好奇 你爸的病 怎么会突然发作吗 我只不告诉了他公司当年破产的命令 而他呢 果然是个废物 受不住打击 陆快舟 你混蛋 快舟 姐姐现在情绪失控 我们先回去好不好 汪毅 你先回去 哪个小月 还快溯 们 想活 看什么 我要再加双清春了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还有 你不乖乖听话 我怎么帮你把付住院费呢 我包养你做我的用人 每月一百万 你要任何事情都听我的 谢谢陆总 还请陆总救救我吧 把苏胜中的住院费结清 今晚十二点之前 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那明天 你爸爸的命也不用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同居了 孟业 让家里的佣人进来 怀州 你真的让姐姐来当佣人啊 这不好吧 不当佣人 难道让她当狗吗 记住 以后的脏活累活 都让她干 赶紧起来干活去 秦孟业 你发什么神经 我们这里的佣人 都是五点钟就起来干活了 五点半都快过了 你还在床上睡着 你想造伐 赶紧干活去 否则我就告诉怀州 你欺负我 好痛 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要死了 死了也好 我就能团开这 心也不会再痛 这两个月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还有陆怀州 时不时的羞录 我快要撑不住了 而且 我似乎怀孕了 陆总 我身体特别难受 实在撑不住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视线里 苏默 明什么 你就这么想从我身边离开 明明是你先背叛我的 你知道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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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怀舟 你放过我好不好 放过我 你这样我真的会死的 我求求你了 是谁从小到大 一直跟在我身后 一遍遍向我表白 现在却说和我做会死了 我还知道我恨你 四沫 你还真是贱啊 这么一小会儿时间 就把白猪勾引到床上 痛 你放开我 痛 你还知道痛 四沫 你真是太贱了 我还让你住在这里 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 告诉你 怀州要出差三天 这几天 我休想走出这个屋子半步 我不会给你一口水喝 也不会给你一口饭吃 苏莫 离开你的这几天 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爱着你 因为爱 所以恨 这辈子 就算是下地狱 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只关了两天半 可能会出什么事吧 苏莫 怀州回来了 苏莫 你爸出院了 怀州 苏莫 你说什么 怀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说 苏莫的身体早就垮了 他的肝神功能都衰竭了 心脏也有问题 胃也在出血 你他妈说什么 苏莫好好的 谁要感动苏莫一毫一离 我让他全家陪葬 你最好给我照顾好他 喂 你说话 怀州 他真的死了 滚 苏莫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刚刚决定原谅你 确定好好去爱你 你怎么这么恨心 他到底怎么了 我看到他昏死在房间里 把他送到医院后 医生说他的肝神功能已经衰竭 会不大量出血 第二天 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你说什么 苏莫一直好好的 怎么可能就 医生说他的肝神功能三年前就受损了 三年前 是我 亲手将他送去的监狱 他在监狱里到底承受了什么才会这样 他现在在哪里 说 我不知道他的尸体跑到哪里去了 据说 最近监狱器官的逃活很猖獗 可能是 你他们说什么 苏莫 最好俯传师 你对苏莫做了什么 我刚走 苏莫就出事了 你他们到底对苏莫做了什么 说 怀仲 怀仲 你别这样好不好 姐姐受伤了我也非常难过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会朝得一丝不露 清清楚楚 伤害过苏莫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怀仲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苏莫在哪里面里 说 怀仲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憔悴 你到底说不说 第二医院 给我查第二医院 我要知道是谁接受了苏莫 苏莫 苏莫 怀仲 怀仲 救我 怀仲 救我 你别动她 怀仲 滚开 救我 怀仲 苏莫 苏莫 莫莫 陆总 医生说您疲劳过度 您现在 找到苏莫了吗 继续找 是 对了 陆总 医生说 夫人死时生一世两命 而且死前还饿过肚子 这应该是秦梦仪所为 秦梦仪 你该死了 秦梦仪送去国外 让人好好照料她 让人好好照料她 太好了 苏莫还活着 立刻派人去查 是 老大 卢氏的苏莫资金出了问题 需要人出差一趟 您身体一直没休息好 要不 这次我去吧 会亲自觉 肯定已经很久没好好休息了 您不能为了工作 不顾身体啊 我出差 都是为了找苏莫 自从那张照片后 苏小姐就没任何消息 您 找不到她 我永远都不会爱你 知道了 我会为您订好机票 苏莫 这在是你 这在是你 白泽你快救救我啊 苏莫 你们认识我了 我是陆怀忠啊 陆怀忠 陆怀忠 放开他 陆怀忠 又十年 六年前你就破坏了我苏莫一次 现在你还敢出现在苏莫身边 我 动手 苏莫 你为了这个人打我 怀泰忠 怀泽 他是谁啊 他叫陆怀忠 就是那个害你失去记忆的凶手 人没事了 我们走吧 苏莫现在的护士 三明路之内 我二他现在的住址 什么 苏莫居然和陆怀贼住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这么犹豫过 这么害怕结果 害怕 进去苏莫 苏莫 不要这样 他居然这么听陆怀泽的话 我可以让你带走苏莫 但是苏莫是一个人 不是我 他愿不愿意跟你回去 我没办法决定 他不愿意跟我走 难道是跟你这个卑鄙小人留在这里吗 如果苏莫不愿意跟你回去 你还是先走吧 苏莫跟我走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难道你看不出来苏莫不想跟你一起走吗 放开 放开 你还给我 手机我会给你买新的 以后你就住着 有什么需要 跟我说 我会满足你的 我想要的是永远看不见你 你别以为把我穷尖在这 我就会待在你身边 我会想办法跑出去的 怀子也会想办法来找我的 乖 有什么需要的 告诉我 只要你想要的 我会想尽一些办法满足你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莫 苏莫 你说这么讨厌我吗 至少你以前还会和我好好说话 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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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我想你想得快疯掉了 那次手术 失去记忆后 是怀泽一直陪在我身边 就像亲哥哥一样 而这个人 我看到我第一眼 就讨厌他 苏默 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了吗 你出去 出去 苏默 你知道 我想你想得快疯掉了 那样的神色 真的是能装出来的吗 陆总 海外的订单被我们拿到后 消失那边 损失了十几个亿 我们查到 萧总最近有些小动作 给我盯紧他 是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 我在等你 等我 嗯 这里太懵了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 这样 我总能找到机会逃跑吧 好 我要 我要怎么联系上怀泽呢 你他妈没长眼睛是不是 这么大的车 看不到吗 这么大条路 我看你 我看你状态很不对 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啊 你真是个好人 刚刚苏小姐说在找工作 如果真想邪我 不如 来我爸的公司上 陆怀招 陆怀招 陆怀招住上 陆怀招你住上 陆怀招 你太过分了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跟谁出去 你管得着吗 陆怀招你放开我 放开我 陆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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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走 这么晚了 宋慕怎么还没回来 陆总 晚上好啊 怎么是你 萧生俊 你把苏默带哪儿去了 你可把他叫出来 去向成功冷静的商业奇才卤怀州 居然也有这么气急败坏的时候 今天真是长件事了 不过陆总 注意你的态度 否则 我让你的女人在我手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哈哈哈哈 你别杀害他 你需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哈哈哈哈 陆怀忠 你这样好像一只乞怜的野狗吧 你想要怎样才能放过苏默 想让我放过他很简单 你用陆总百分之五十的果权来换 好 我同意 你想怎么换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 到时候你一个人来 但你敢耍花招的话 你的女人会怎样 我就不敢保证了 好 但要让我发现苏默上了一根毫毛 约消失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陆总放心 只要你好好配合 你的女人什么事都不会有 你这女人 究竟有什么命令居然能让陆怀忠这么在意 你死心吧 陆怀忠是骗你的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是不会来的 是吗 陆小姐也未免太看清自己了 我认识陆总三年 可没见他在乎过谁 陆怀忠真的来了 他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来救我 难道他真的喜欢我 陆总来得还真快 你们家偶心力学建立的陆氏 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拱手让人了 你父亲要是知道了 他是 苏默是我的命 既然这样 那陆总就签字吧 签字可以 但你要先将苏默松吧 我要确保他没受伤 别想扫发烧 赶紧签字 否则 我一不小心手抖 你给我小心点 要是你敢伤害苏默 我让你全家被葬 如果你立刻签字 那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行了吧 待会儿趁你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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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就走 丁奥 陆怀仲你敢耍我 那是因为你蠢 你 你找死 陆怀仲 陆怀仲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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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呀 嗯 啊 啊 昨晚谢谢你救了我 医生说你没大碍了 我 我去帮你买早餐 什么事 陆总 萧氏破产了 但萧承俊逃跑了 家派人所搜寻 是 陆怀州 你是个混蛋 居然害得苏慕被绑架 她现在在哪儿 我的女人在哪儿 你没资格过我 我没资格 难道你就有资格了吗 你给苏慕造成多少伤害 你自己不清楚吗 陆怀州 要不是你在我和苏慕 订婚当日做出那种 禽兽不如之事 我和苏慕今天的 所有一切磨难 都不会发生 都是因为你 少来推卸责任 我和苏慕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甚至因为你 还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都是因为你对她的不信任罢了 什么关系都没有 是 当初我和苏慕被爆出的床照 是受到请梦依的陷害 只是你不信任她 还让她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原来她真的没有背叛我 我这些年都对她做了什么 是我对不住的 以后 没有以后了 苏慕好不容易忘了你 我不会让你再伤害她 忘了我 你不知道 你把苏慕抢到身边这么久 居然不知道她失忆了 真是可笑 这到底怎么回事 拜你所赐 苏慕动手术昏迷了半个月 醒来之后 因为药物过量 失忆了 陆怀昼 无论如何 这次我一定会带苏慕离开 妈 在医院登了这么久 陆怀祖怎么还没出院 这萧承俊 应该不会少回来医院吧 说不好 那是不是踏车 追追追追 别让她跑了 打电话 喂 在医院停止场 发现了萧承俊的冲击 陆总 我们的人在医院停车场 发现了萧承俊的踪迹 继续追踪她 不好 苏慕还在外面 看来是我大惊小怪了 杀不得陆怀修 杀不得最爱的女人也好 苏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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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孟 都是你 吴槐頭 你要是保護保護孫孟 就離開遠一點 孫孟還累了這麼多年 你就是這麼多年 銷售成功力不到百分之十 不到百分之十 讓最好的醫生來第二醫院 快 蘇小姐身體損傷太嚴重 成為了植物人 我要帶蘇牧走 你給不了他這麼好的醫療條件 那也比留他在你身邊強 等他醒來吧 到時候 我會聽他的 蘇牧 你醒了 你醒了 什麼 滾開 你剛醒 我去找醫生給你檢查身體 蘇小姐 蘇小姐身體沒大礙了 不過她躺了這麼久 需要注意一下 後期的康復性戀 蘇牧 你在醫院躺了這麼久 我帶你出去走走 我昏迷了多久 三年 三年啊 居然這麼久 我爸呢 這些年他還好嗎 你恢復記憶了 伯父的身體 如今好轉了些 蘇牧 你終於醒了 我聽到你醒來的消息 立刻就趕過來了 淮澤 謝謝你 這些年給我的幫助 那你願意跟我回护士嗎 那你願意跟我回护士嗎 可我爸 把伯父也帶上 等到了护士 我就給他找 最好的醫生來治療 好 蘇牧 你能不能 陸懷舟 你是不是忘了 三年前你說的話了 我要帶蘇牧走 你給不了他 這麼好的醫療條件 那一筆留他在你身邊搶 等他醒來吧 到時候 我會聽他的 我去準備機票 如果讓蘇牧跟著陸懷澤 去了護士 那我應該以後 很少再有機會 看到蘇牧了吧 不行 陸懷澤 你回陸士工作吧 你說為了蘇牧 我知道當初你被我 趕出路的時候 被業界除了名 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 那還真是要感謝 陸的大恩大德啊 我不用了 如果你不答應 護士 或是其他任何地方 都將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你 明天我要在陸士看到你 你怎麼回來了 蘇牧 我們得留在京市 熱播短劇搬運站 一個專門分享短劇的圈子 最新一手資源 每日持續更新 微信掃描二維碼加入 一次加入 精彩不斷 微信掃碼 立即加入 是陸懷舟 是陸懷舟 而且 我明天就得去陸士上班了 去陸士上班 陸懷舟又想做什麼 是我連累 我去跟他說 陸懷舟 這件事我會解決 總有一天 我會帶你離開這的 謝謝 那 你好好休息 你來了 我有選擇的餘地嗎 不過 陸總讓我來陸士 卻我不怕陸士一主吧 你沒那個本事 那我們等著瞧 給陸懷舟多安排點事做 我不希望他有多一個時間 去找蘇摩 你走吧 我陪他做康復訓練 如果你不想我陪你做訓練 我就把你抱回房間 陸懷舟 你到底想做什麼 我只是想陪著你 陪我 你是為了捉弄我嗎 你把我害得這麼殘 也不夠了 對不起 蘇摩 這件事我不對 你請你現在給我一個 追求你的機會好嗎 追我 對 蘇摩 我愛你 愛我 陸懷舟 你對我做了這麼多 三斤天亮的事 你說你愛我嗎 對不起蘇摩 是我明白的太遲 但在我得知你死亡的消息時 我才明白 我之前恨你 就是恨你不愛我 恨你和陸懷舟背叛了我 那現在呢 不恨了嗎 但現在我知道你沒背叛我 不恨我 不恨我該相信你了 這樣的話 我們兩個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可這個世界上沒有何會要 我 我送你回去 你回去吧 以後不要再來了 蘇摩 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 陸懷舟 我們之間的結局只有分到陽鏢這一種 無論你做了什麼都是這樣 你放棄吧 請最好的醫生 給蘇生中治療 蘇摩 如果你把病好了 我們之間會有第二種可能嗎 不會 我 會 我 懷舟 餓了嗎 我給你帶了飯 怎麼樣 嗯 聞起來真香啊 怎么样 我做的好吃吗 嗯 那我明天还来送 不用 待会儿这么多折腾 没事 就爱给我男朋友送 不过 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 我们都没时间约会了 刚进手公司忙了点 以后就好了 那你以后可要多陪陪我 嗯 通知下去 以后不准在公司吃饭 真好吃 谢谢 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是爱给你送饭的 不是爱给你送麻烦的 你不是我的麻烦 你送了我 我就是麻烦 我可不想 你送完我回去之后 你再回来家吧 那多费时间啊 好吧 那你回去路上 不愿安全 嗯 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打了车 陆怀赵 你把手机还给我 订单取消了 我送你回去 你应该 也不想我们在这儿这样吃 你怎么还不回去 我送你回来一趟 你不感谢感谢我 是你自己要送我的 是你自己要送我的 是你自己要上车的 陆怀舟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无耻 我还能更无耻 哎 陆怀舟 陆怀舟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给我做一顿饭吧 就当感谢 做了你就走 嗯 孙悟还是爱着我的 他也还记得我爱的财 你干什么 对不起 我没忍住 他居然道歉了 我先去睡了 你吃完就走吧 还是那个鬼 如果我和孙悟的感情 也能像他一样 老舍不变就好了 苏默 你想什么呢 你和陆怀舟已经没有可能了 苏小姐 你们父亲从医院跑不出来了 怎么了 我爸跑出医院了 我带你去找 我爸到底去哪了 别急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相信我 马上就能找到 苏默 你爸怎么跑到陆氏楼下了 我把他送回医院了 陆氏楼下 我爸已经找到了 你不用陪我了 那我送你去 我说了不用 你知道我爸在哪里找到的吗 在陆氏楼下 你公司楼下 他还记得你 记得是你让苏氏颇产的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 就离我远一点 离我爸远一点 陆怀昭 陆怀昭 我求求你了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苏默 要我离开你 我真的做不到 怀泽 我爸没事吧 没事 医生刚给他输完夜 现在已经睡了 苏默 我不发病时 一直念着陆怀昭的名字 你对陆怀昭是什么打算 我怎么打算有用吗 陆怀昭那个人这么霸道 只要他不死心 我和他之间永远就断不了 其实想让他死心很简单 什么 苏默 我们结婚吧 怀泽 我只是拿你当哥哥 而且 我也不能为了摆脱陆怀昭就利用你 苏默 我喜欢你 我不怕被你利用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用第二种方案了 什么方案 假结婚 只要骗过陆怀昭就好 这样的话 陆怀昭确实可能会死心 可我 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吧 苏默 你这样犹豫不决 是舍不得陆怀昭吗 没有 怀泽 我同意你的方案 好 我去安排 你来做什么 宋秦姐 一个月后 就是我和苏默的婚礼了 希望你能来参加 婚礼 苏默说 你让他很困扰 所以 他向我催婚了 陆怀泽 你觉得你说的话 我会信吗 信不信由你 反正到了婚礼当天 你就知道了 我缺乌 宋默 我信你不爱我 我会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得你 直到你来为止 是要下雨了吗 陆怀州不会真的还在等我吧 他应该回去了吧 陆怀州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呢 你怎么就迟到了 进进公司有事耽误了 好吧下不为例哦 走吧 怀州我腿都沾酸了 上来我送你回家 哎陆怀州 你来了 陆怀州 你不会一直在这等着吧 我说过 我会一直等 直到你来 那我要是不来呢 你这也不就白领了吗 但是 你来了 不是吗 那既然我来了 你就回去吧 苏默 你真的打算和陆怀州结婚吗 你真的打算和陆怀州结婚吗 是 这个给你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我们从头来过 你给我东西我不要 回去吧 苏默 陆怀州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想得了 已经回头了 了 你 后来 说 如果 我怀疑 我怀疑 你 怀疑 他 我怀疑 你 去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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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默 别动 让我最后再抱你一次 陆怀忠 是哭了吗 苏默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 以后 你也好好的 嗯 你走吧 他说的是 真的吗 他真的不会来找我呢 不过 为什么我还是会这么不舍呢 苏默 我明天请了假 我们去试婚纱吧 怀泽 陆怀忠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我们这戏 是不是不用饮下去了 陆怀忠说不缠着你 只是因为他认为你要嫁给我 如果我们现在中途放弃 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骗他的话 他会怎样 你应该比我清楚 好吧 那就麻烦你 陆总 律师 律师一家遗嘱改好了 嗯 陆总 您真的想好了吗 可今天苏默还和陆怀忠一起拍了婚纱照 婚纱照 是啊 陆总 您这样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我欠他的 这是我欠他的 以后 他的情况你都不用再和我说了 下去吧 怀泽 陆怀忠他来了吗 苏默 你一定要提醒我 这场婚礼是为了给陆怀忠看而准备的吗 还没有 不过这场婚礼的状况 他事后也会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准备齐全一点比较好 这样不只是陆怀忠 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是我陆怀泽的女人 苏小姐 我女婿不上陆总 您能帮我去陆总家看看吗 周助理 今天是我和苏默的婚礼 你的要求 未免也太过分了 苏小姐 陆总这几天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好 算我求您了 苏默 婚礼快开始了 我们走吧 苏小姐 陆总都为您更改了女主 您真要补补他的死活吗 遗嘱 是 陆总说在他生死后 他要将所有财产都给您 死 陆怀忠他 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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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怎麼樣了 幸好送來了及時 病人已經沒事了 我去看看他 蘇莫 你就這麼愛陸瓦中嗎 既然這樣 怪我 把在陸市的商業機密 賣給王氏 陸懷舟 陸懷舟 你怎麼這麼傻呀 你要是死了 我該怎麼辦 陸懷舟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嗎 嗯 那你和陸懷舟的婚禮 美姐 陸懷舟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都要嫁人了 活在這世上 還有什麼意義 不過 你竟然為了我選擇逃婚 是不是代表著 你心裡還有我 你想多了 我只是看不得 有人因為我失去信任 你以後不要再做這種蠢事了 我去幫你 幫你出院 陸總 陸總 不好了 陸市的商業機密被泄露了 去調查是陸懷則所為 知道了 你回家後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也不要喝酒 洗澡時注意傷口不能碰水 蘇莫 既然你這麼放不下我 就跟我回去吧 陸懷舟 我還是那句話 我們不可能在一起的 陸總 陸懷舟到群陸市機密的證據 已經整理出來了 送去警局吧 陸懷舟 你能不能放過懷澤 陸懷舟 想讓我放過他 可以 但是我有兩個條件 第一 我會送陸懷澤出國 你們兩人以後不許見面 出國 如果你是建議我和懷澤關係 那大可不必 我只是把他當做哥哥 陸懷舟 父母 你就這麼捨不得他嗎 竟為了他撒謊 我沒說謊 可是你們差點都結婚了 那是假的 我們 只是想做給你看 讓你放棄我 可沒想到 假的 也是 你那麼討厭我 不過 你對陸懷澤雖沒興趣 但他對你卻是深心實驗 結果 他非出不可 第二個條件呢 第二個條件 就是你得給我一個追求你的機會 陸懷舟 我還以為你改變了呢 沒想到 你還是這麼無恥 對不起 你一直不讓我靠近 我別無他法 真的只是機會嗎 嗯 好 我答應 不用去警局了 給陸懷澤 買張今天下午去國外的機票 我 我 你 還 我不在身边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去了国外 还是管管你自己吧 莫莫 我会保护的 陆怀州 你用这种卑鄙手段 逼迫苏莫 你真恶心 那我倒要感谢你 肯给我这个机会 你 好了 不要吵了 怀泽 你到了以后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陆怀州 以后要是让我知道 你欺负苏莫 我就算是死也会爬回来的 放心 我就是死了 也怪自己伤害苏莫了 莫莫 我联系了国外一家 典记的精神科医院 我们把伯父送过去治疗吧 爸是明天的飞机吗 嗯 明天上午 所以老婆 明天上午我去接完老爸 下午再陪你去产检 谢谢你 对我爸这么好 但是你爸 我当然得对他好 而且 当初要不是他劝劫 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原谅我呢 也是 不过 爸的冰现在已经稳定了 到时候 我们带着爸爸 去海边居住吧 为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海 所以我想带你 看面这世上 所有的海 那公司怎么办 公司 我会交给其他人打理 以后 我的时间 都给你